第四堂講座 第四堂的名字 第四堂講座的名字 我們定調為 如何第一次徹底掌握和弦奧秘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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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參加 有什麼不一樣嗎 當然是有差的啦 我們直接讓大家看一下參加前後的差別 來 參加前 先看VCR C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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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是初學的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 參加了如何第一次 徹底掌握和弦奧秘就上手 獎座之後 好 參加了 收看VCR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好 那我們這次的講座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講座之前呢 我們已經拍好了六部影片 每部大約十分鐘 就是我們這次講座 有關於這些和弦的 首席跟練習的一些主題的課程 讓大家來參加之前 可以先在家裡面 先預習 練習 你也都騙好了 我要來做什麼 來派對啊 喔喔喔喔喔 所以就一開始講座如果來打鐵 打鐵 當然是這樣喔 來派對嘛 所以來派對 我要帶什麼 你要帶 重點不是要帶什麼 重點是不能帶什麼 不要炸得 不要炸情 不要炸豆瓶 也不能炸情 為何啊 我的兒子 漂亮 所有人來認真問一次 我們來 是不是要來做什麼 沒有啦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 把一些該做的練習 都在家裡面做好了 你是不是已經具備一些知識 來這裡我自己要怎麼應用 喔喔喔 對嘛 因為市民上高材也很多 百百種 其實都不知道要怎麼用 雅菇招啤 是不是在雅菇招啤 練完了這個 忘記那個 又練這個又忘記那個 為什麼 因為沒有進入到應用 喔喔 不知道要怎麼應用 沒有真的應用 就沒有辦法把這些知識串連起來 所以你來到這邊齁 我們會實際做一些彈奏示範給你 好像球派對一樣 到這台聽話 好好把你分析說 給我們今天在台上彈的一些即興 他為什麼好聽 嗯 利用這些和弦的知識 去理解他 嗯 對 所以那個是來派對就對了 對 來派對 幫我輕鬆喔 我有很多QM的 在什麼問題 讓我可以找到你的問題 來問我們這樣 這麼好 所以我們就是 不用問阿嬤以前 來派對就對了 對對 幾百塊的事情 不是 這個 呃 快要過那個農曆春年 春節了嘛 掌握 封關錢 最後一波 兩年 最後一波 參加橋落Party的集會 嗯 趕快趁這個時候 衝一波橋落 來 呵呵 來了對吧 好 來 我們全 全台各地 台北 台中高雄台南的朋友 有興趣參加講座子 我們 講座見 掰掰 掰掰 各地的朋友 做朋友 阿嬤 遺